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剧中 邓恩西仿佛从画中走出的仙子 本色出演的她 将少女特有的纯真与清雅气质完美融合 令人过目难忘 她的演技灵动而富有层次 将颜六娘这一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时而羞涩内敛 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 时而正义勇敢 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 在与丁雨昕的精彩对手戏中 她细腻入微地捕捉初恋的青涩与甜蜜 每一个眼神交流 都充满了纯真与生动 让人仿佛回到了那段青涩而美好的时光 作为童心出身的邓恩西 她的演艺之路虽起点甚高 但她从未停止前行的脚步 早年积累的丰富演艺经验与多次获奖的荣誉 都是她不懈努力与才华的最好证明 如今 随着长乐曲的热播 邓恩西的名字已逐渐被更多人所熟知 邓恩西的一段琵琶舞表演 便以其惊艳的容貌 卓越的记忆与深邃的艺术内涵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议话题 在2024年的一个寻常舞后 邓恩西身着华美的传统服饰 怀抱琵琶 款款步入舞台中央 那一刻 她仿佛不再是美光灯下的现代女演员 而是穿越时空的古典侍女 将千年的风雅与神韵浓缩于一身 舞曲响起 她的指尖轻触琴弦 如诗如画的音符在空气中跳跃 与她曼妙的舞姿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邓恩西的琵琶舞 时乃一场视觉与韵律的完美交融 其动作流畅而精准 每一个抬手 转身 抚养都恰到好处的 气和音乐的节奏与旋律 仿佛是琵琶乐章的立体呈现 她的眉眼间流转着灵动与专注 每一次挑衅 浮扫都似乎在诉说着无尽的故事 舞蹈中 邓恩西不仅展示了高超的琵琶演奏技巧 更将舞蹈艺术的优雅与力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让人叹为观止 邓恩西的琵琶舞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 除了其出众的外貌与舞技之外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她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诠释与传承 琵琶作为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邓恩西以现代演绎的方式赋予古老乐器新的生命 让观众在欣赏美的同时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她的舞步中 既有古风古韵的庄重典雅 又有现代艺术的创新活力 这种古今交融的独特风格 恰好呼应了当下社会对传统文化复兴的热切期待 她的表演 不仅是一次艺术的展示 更是一次对民族文化的致敬与呼唤 使观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得以片刻驻足 沉浸于古风之美 唤醒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 邓恩熙作为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凭借其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早已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基础与社会关注度 此次琵琶舞的经验亮相 无疑再次提升了其公众形象 展现了她在艺术领域的多才多艺与深厚底蕴 她的影响力 使得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 琵琶舞 得以借助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 迅速走入大众视野 引发全民热议 邓恩熙的琵琶舞表演 不仅是她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重要突破 更是对传统文化传播的一次有力推动 她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明星的社会责任 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广传统文化 为年轻一代树立了积极的文化传承榜样 这一现象级事件 无疑为演艺界乃至全社会如何更好的传承 与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邓恩熙的琵琶舞 如同一首无声的诗 一幅流动的画 以其貌美的身姿 精湛的记忆 与深沉的文化内涵 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它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一次精神洗礼 让我们在欣赏美的同时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与魅力 邓恩熙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貌美 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美 是艺术修养与文化底蕴的交融 是现代女性独立自信 与传统文化温婉内敛的完美结合 邓恩熙的琵琶舞 已然超越了一场普通的舞蹈表演 成为了连接现代与传统 东方与西方 个体与社会的文化桥梁 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唤醒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 激发了社会对艺术创新 与文化传承的深度思考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邓恩熙继续以她的才华与热情 为我们带来更多这样触动心灵的艺术作品 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丁宇熙过去与赵露丝搭档演出 传闻中的陈千千爆红 她近期与邓恩熙主演古装新剧《长乐曲热度》持续飙高 以稳作收视冠军 剧中丁宇熙与邓恩熙两人CP感十足 不仅玩起快温快打粉红泡泡满意 两人在片场互动也是甜到不行 剧中有一场两人关心的谈情说爱名场面 丁宇熙因为反应笨拙 还被导演亏说没谈过恋爱啊 让网友全笑翻 近期许多观众都对古装剧产生审美疲劳 包含谭剑次主演的四方管 张灵鹤主演的四海重名收视都不如预期 所以许多金主都纷纷对古装剧撤资 形同影视寒冬来袭 没想到《长乐曲》意外杀出重围 虽然开播时讨论度不高 但丁宇熙、邓恩熙两人搭档新影之外 邓恩熙演技灵动 大获好评 《长乐曲》有一个陈渡丁宇熙 严信、邓恩熙世新婚后 一起坐在户外看星星的明场面 其中陈渡患有夜盲症 所以夜晚时 即便在房间内点了蜡烛 也是看不太清楚 他发现严信裹着棉被坐在外头椅子上 凭着模糊视力走到他的身边 却仍被严信发现他的夜盲症 而后两人一起在石椅上看了星空一宿 隔日头靠着头醒来 非常浪漫 值得一提的是 剧组是出花絮中 丁宇熙、邓恩熙一起走戏时 导演透露这是两人要在户外睡一晚的戏码 只见丁宇熙似笑非笑说 其实我就说 咱就为啥不回屋呢 困了就点蜡烛睡觉吧 一旁的邓恩熙听到马上笑出声 而后早上拍摄两人起床画面 导演要求两人一同趴在石桌上 并希望坐在邓恩熙旁边的丁宇熙伸出手臂 让女方趴在她的手上 但丁宇熙一直听不懂 最后成功后 导演还吐槽说 谈恋爱都不会 让网友全笑翻 另外 邓恩熙裹着棉被起床后 导演要求丁宇熙伸手扶她 但丁宇熙坚称 自己的右手被整了一晚 手麻了 必须用左手扶对方 不少网友看到丁宇熙超直男回应 纷纷笑说 谈个恋爱都不会 官方吐槽最致命 我们常乐曲 真是导演编剧演员都在动脑筋的 做事都讲行动逻辑 还注意到手麻这个状态的 假设立人不成功 后这个创造逻较